1973年4月 當司徒華先生為文憑教師爭取應有的尊嚴時 站在最前線捧著大聲公的 正是羅富國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袁毓林先生 他這樣一站就在教育崗位上站了37個年頭 在這件事件上也明白到在教育上要帶領學生 要對一些公義真義的事就一定要有所堅持 他做無論任何一件事我都覺得他是為了學生去做 他的工作態度就是我們那輩人所謂不疏心 大家想像一下副校長還做了訓導主任 那個工作其實是很繁殘 看到他和中一的同學都很開心 他們好像當他是爸爸那樣 你會看到他們完全不會因為他是副校長 可能怕他 或者他後來做訓導主任 怕他 沒有 他真是很全程投入學校的工作 他對我來說可以是一個前輩 他就好像學校一個icon 人始終會影響到人 話說我喜歡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件我覺得沒有什麼 不過所有老師都覺得很大件事的錯 那這個錯他們甚至乎考慮到 就要即時停我學 我大膽提議你就是用一個換言的形式 希望能夠 我擔保能夠希望 這幾年能夠讓他 可以完成到幾年的中學過程 所以今天我會去教育裡面 幫助一些年輕人的時候 我都會用類似他的方法 會帶他們去吃早餐 帶他們去玩 關心他們的生活 出席他們的典禮 在這些情況有時候 我做的事情 我都會突然想起他 在他身上做過的事情 最早期的時候有三兄弟 他分別都接受了參與體育活動 結果三兄弟裡面 都分別去不同的紀律部隊報考 結果三個都分別能夠考入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退休 不可以輕輕地帶過 一定要是 因為我肯 那些學生都不肯 也想不到有這麼多的同學 能夠可以 積極到 我們退休的一個晚會 學生來其實就是表現出 他們對職員過去 在裡面才中學的貢獻 作出的肯定和認同 最後那個基金 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寄進去 那你就會知道那個基金 它是基於幾個校長 就是過去校長的名字 裡面一個字 可以盡量幫到一些學校 或者政府不能夠資助到的同學 不願意出名 但又願意為學生的福利 去謀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那種的出自內心那種的東西 這個基金其實 在校友捐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因為 它跟Mr.Yun的關係 真的 他腰痛得不能走 他還要回學 還要說要做這個做那個 我告訴他 我現在吩咐你回家 他說 不要讓同事知道 我有這麼嚴重的病 他如果不是 同事會很擔心 他覺得他所做的事 意義大於他有這個病 他真的很愛那份職業 他願意為他一份職業 付出一齊 而我又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神的考驗 Mr.Yun也是一個很主持的教育家 是真正的一個教育家 BEMBES Theyили BE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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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 TIC BEMBES